繼續切一下畫面 畫面上面還在顯示我那邊的文章 但是我們的主題已經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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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貨幣戰爭了 所以呢 我發現我很喜歡上這種 東南西的一種課 因為我們的教育體制似乎不允許我們開一個沒有名稱的課 但是我上的課我覺得我現在最近在上的都是那種沒有名稱的課 不管它是什麼我想到就把它拉進來的那種 但是我很喜歡這樣的課原因是因為 我這樣講起來很順 各位聽到的東西也會比較多 因為它是我的整個生命經驗裡面 我認為受到的部分 我把它拉出來教給各位 那 我覺得最好的教育就是這個 我認為最好的教育就是這個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很八股 如果很八股的 假 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個時代我們有一個人叫做自勝先行 對不對 你覺得 他的教育會成功 他還不是像這樣 對不對 他說剛剛發生什麼英才實教 對英才實教很重要 因為各位的 這個 這個 人才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木材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把他雕成 每一個都雕成一樣東西啊 OK 那 所以那個 石雕的雕的教 或木雕的雕的雕的雕他們都會 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他們覺得 他只是把 藏在一個木頭裡面的東西 直接刻出來 這就是英才實教育 因為他是去發現一個木頭 裡面的靈魂 最近到了一種藝術的層次 這難怪他們是藝術家 因為木雕家都是藝術家 OK 那我們大家回來 不然 被我扯到木雕都一直立體 好 那 孔子那個時代呢 我想起 就是像這樣 他們絕對沒有排 一門課叫做 誒 什麼城市設計 對不對 那 當然 一定不可能有一個 孔子下面分好多科系說 這個科系叫做是學科學系 那個科系叫做 環境控宗系 會這樣可能 沒有 他們那個時代所做的是什麼 為什麼孔子是日生限制 當然有些人不同意 但是 至少我們知道他是一個 教育教學 那為什麼 我們尊稱他 為一個文章教育教 我覺得 因為他用他的生命在講課 而不是 像我們現在的 和石頭一樣 是 用專業在講課 當你用生命在講課的時候 你的課能不成功 當你用專業在講課的時候 你的課能不枯燥 你用專業在講課 請各位原諒 完全 課程 犯了 無法 採握得很好 我沒有辦法 把它一直跟 全球真實之間 用觀念在一起 但是請原諒 我覺得 這樣子 給我學到的 是最重要的 最近我發現 所以我非常喜歡 用生命在講課 那 回到後面戰爭這個問題 好我們現在 口袋 錢不多 只有三張 各位看這張是什麼 孔雀 孔雀 OK確實 後面有一個孔雀 我都沒注意到 他名字花錢 我都不知道 他居然 後面 這應該不是一個孔雀 這應該是一個台灣特有種 台灣藍鶴 對 藍鶴藍鶴之類的 反正口袋 不能放 反正他應該是一個台灣特有種 不然他們會被放在 我們的一千元台幣上面 對不對 那另外 反過來呢 小朋友 相信 幾個小朋友 但是各位知道 在過去的時代 我們的超票 是在這個樣子 在我們那個時代 超票上面 要嘛就是 假投爭 要嘛就是 水果賽 沒有這樣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民主化了 所以我連超票都長得不一樣 要不再去崇拜那個偶像 這 問題會說 他是一個 絕對好戲 但是我覺得他 大體上來講是最好戲 那我要講的不是這個 所以各位看到的是這個 我要講的是這張紙 所以黃靈請你 仔細看著這張紙 你覺得他有什麼不好 喝 會打你了是不是 反應不過來 你覺得他有什麼不好 黃靈 因為我知道你對財務特別有興趣 所以我一直跟你對話 因為我講到這個紙 跟什麼東西做比較 跟什麼東西做比較 跟普通的紙啊 跟普通的紙做比較 或者是跟上面印有各式各樣 不斷的紙做比較 再舉個例子 跟我兒子 手上的玩具 那一張 背面是空白 但是前面長得跟這個 幾乎一模一樣的 這張紙上面有寫的 玩具銀行發行的那個 這張紙 這張有價值 這張有價值 那那一張沒價值 我兒子那張沒價值 對不對 你如果拿著我兒子那一張 去關你買公司說 這是一千塊 那 很抱歉 你會發生一件事 比較好的是被趕出去 比較糟的是 一些警察就會來把你抓走 沒錯啊 為什麼那張紙長跟這個很像 但是他不能用 為什麼這張紙可以用 其實我不知道這張紙是真的還假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常常拿到的美金 我知道他是真的還假的 一百塊耶 開玩笑 相當一台幣三千塊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真的還假的 然後呢 當你住國旅遊的時候呢 有些導遊就我說 你這張紙講 不熟 為什麼呢 我曾經去北海道旅遊 我換了美金之後 我老爸拿了一些 因為 大家都要用 他拿了之後呢 我請看 就是 導遊不是都有那個空氣秀嗎 就是 我們的導遊都是靠那個小貝 很大的一筆 行資是靠小貝 對不對 所以每次你去玩的時候 最後他都變成小貝 對 後一開始就變成小貝 OK 對 那個小貝其實額度還蠻高的 所以當你給他那張紙 50塊或100塊美金的時候 然後呢 他告訴你 他是假的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我們根本分辨不出來 不是他這樣做 因為那很重要 那四萬代全力 當你越套越大張 他就說那是真的嗎 對 因為萬一這一張是假的 他拿了之後他 不能去用 如果去用的話 搞不好 他會抓起來 還得上警察局去解釋說 我們為什麼沒有 手上有一張槍 結果呢 可能這句沒來到 我們最後要付箱給的時候 那個牌就跟我們說 你爸爸這一張 不捨 這張不捨 很簡單 他看那個 上面的這個 這個數字 每張超尿頭的數字 而且這個數字是全世界文藝的 每一張超尿 的數字都不一樣 他可以追蹤的 所以假超 會重新 那假超他剛剛要印這個數字的時候怎麼辦 他才不那麼再用力 管那麼多反而就把某個數字印上去就好了 他能夠要去跳 跳數字嗎 有時候他還真的會跳 因為 通通都是同一個數字 很容易一起懷疑 他就會跳 好 那麼假超不做的臨時的性質 以至於 你真的很要分辨出來 所以 那個導致覺得 合理 合理 非常合理 那如果我是假超級團 你知道嗎 他那個數字是什麼 他為什麼 一眼就要買他用指甲 因為 美金裡面呢 曾經有一段時期 某個微鈔 做得特別棒 以至於 市場上面 無法分數真假 大部分呢 當然無法分數 大部分呢 無法分數真假 銀行阿倫或許分得出來 一般的人根本分不出來的時候 那個東西就會開始在流通 因為 一大門超級團隊 拿去用 就開始流通 誰知道那是假的 但是呢 後來 慢慢的 就發現 後來 有一群才 長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 這個 是 負責 勒責